身价过一穴省吃俭用的明星,上厕所两边充一次,别人请客把剩饭打包回家,排名第一没想到会是他。 今天要来说说关于身价过一穴省吃俭用的明星,上厕所两边充一次,别人请客把剩饭打包回家,排名第一没想到会是他。 的事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有多了解呢?一起来看看吧。 美人鱼的票房高达到50亿,只是一个身负50亿票房的大导演却被排到打包剩菜。 当然,除了吃碗打包,星爷平时还很是节俭,周星驰他的母亲表示,星爷他穿来穿去就是几件运动。 对于有着过一身家的星爷来说,节俭只是不贪图享受,他吃的大多是母亲亲手煮的饭菜。 他出行都是骑脚踏车,这么朴实的星爷,难怪有这么多的死忠粉。 霍建华,手机瓶摔碎后还是继续用,衣服穿旧后感觉有感情了,说不得换。 前些日子,老干部霍建华被人拍到手机屏幕已经碎了却还在继续使用,本来这还没什么。 但是时隔几天之后,人们发现他还是照样使用碎屏手机,而且毫不在意的样子。 邱淑珍,当年香港男人都梦寐以求的女星,却被IT时装集团主席沈家伟去回家了。 现在的邱淑珍和沈家伟共同持有IT时装集团60%股权,女神身家怎么算也有百。 不过她却很少出入名品店,还被记者拍到出入评价超幅,连锁药房购买评价商品。 而且女神钟爱路边摊,尤其是6块钱一碗的酸辣粉,真是平民女神。更爱你了,中了破。 徐亚军曾爆料小S给女儿们买的是路边货,她在微博中说,孩子们长得很快,真的不需买太贵重的衣服。 我老婆最喜欢买便宜又实穿的路边货给她们。然后跟女儿说,这是公主最爱穿的。 小S真可谓是娱乐圈情简洁别的典范。 田亮在香港拍戏间戏去购物,想给亲友带礼物,在店铺看中闲鱼想给妈妈买,就主动跟老板讨价还价,出手并不大方。 娜姐这个人也不是没钱,为了摊钱才去住吃那就这么说,娜姐身家过异,她只是不炫富而已。 生活中的娜姐很适省,一个手机可以用好几年,何炯曾爆料娜姐拿了她那步不小心掉到水里坏的手机去修,修好后还用了好几年。 电视剧拍不停的丑帅林永健戏今颇风,然而传言林永健小气。 据悉林永健与周冬奇结婚,花了不到500元,戒指,项链这些结婚大件他们都没有。 这婚就算结了。 周冬奇心里老大不乐意,认为林永健太抠吃不了都折走四大天王之一的张学友,如今身价过异,但是平常吃饭最爱吃不了都折走。 甚至出席人家请的饭局,也把剩饭大包带回家。 周润发,资产过十亿,六十大寿奢侈一把,和老婆在小饭馆两个人买了个小蛋糕。 发哥在演艺圈闯荡近四十年,资产超过十亿。 他今年过六十大寿时,跟太太陈慧莲在环境间露的小餐馆庆生。 每晚电灯只能亮几个小时,上厕所厕置要定数,因为浪费各种惩罚儿子。 总资产多过三十亿的成龙大哥,似乎可以说是节俭到抠门的程度了。 。 儿子房祖宁曾爆料,自己上厕所曾多次被父亲批评。 因为父亲认为两泡尿充一次亦是一种浪费。 顾天悦给粉丝发红包,里面装的是一张写有财神道的纸条。 虽然他是证明的省钱王,但却默默多年来已捐钱在内地偏远地区修建了49间学校,20多间医务所和50个水教。 其实,明星也是人,他们也都有自己各自的生活。 并不是所有的明星都过得灯红酒绿,至最金迷。 幸福,并不是建立在物质之上。